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是关于中国革命 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 首先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第一 近代中国社会为什么要进行革命 第二 为什么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 还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心在何处 第四 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学习吧 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背景 先看第一个问题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概念的变析 1939年的12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 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的任务 中国革命的动力 中国革命的性质 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 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 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 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那么这个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这么一个国情 这种国情简称两半社会 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 我们从初中到高中 从中学到大学 都要不断的跟这个概念打交道 但是熟知未必真知 在这里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第一半殖民地的另外一面是什么 可能有的人会说是半封建啊 半殖民地对应的是半封建 然后半封建对应的是半殖民地 对吗 其实不对 半殖民地跟半封建它对不起来 因为半殖民地说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 而这个半封建呢 它说的是中国国内的社会性质 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 因而它对不起来 那么半殖民地的另外一面究竟是什么 其实是半独立 半独立与半殖民地相互对应 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 而不是完全殖民地社会 也可以说是半独立社会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近代中国在国际地位方面是半殖民地 半独立社会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啊 这里的半不是一半的意思 不是50%的意思 而是准的意思 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 半独立社会 其实就相当于说它是准殖民地 准独立社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半封建的另外一面是什么 当然不是半殖民地了 那么是什么呢 其实是半资本主义 半封建主义与半资本主义相互对应 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近代中国既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社会 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而是半封建主义 半资本主义社会 也可以说它是准封建主义 准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第二问题 再来看第三 既然半殖民地的另外一面是半独立 那么半殖民地社会 为什么不必称为半独立社会 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与半独立是一对矛盾 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半殖民地 而不是半独立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 历来是存在的争议 例如1925年武萨惨案以后 陈独秀与胡适进行辩论 陈独秀就问 是知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了吗 胡适不承认有帝国主义 他拿取手杖在地板上接连戳了几下 发出嘟嘟的声响 他质问陈独秀 众服 哪有帝国主义 哪有帝国主义 胡适在这里其实是为帝国主义的清华队性进行开脱 其实不仅有帝国主义 而且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危害是相当深重 关于这一点别的不说 大家只要看看我们清华西门外的圆明园遗址就很清楚了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第四 既然办封建的另外一面是办资本主义 那么办封建社会为什么不必称为办资本主义社会呢 这是因为在近代中国 办封建与办资本主义是一对矛盾 而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办封建 而不是办资本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 历来也是存在着争议 例如1920年代国共合作前夕 苏联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斯大林派就认为中国是封建 半封建社会 而这个托洛茨基派呢 就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斯大林派主张中国革命要反封建 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因而同意国共合作 而这个托洛茨基派啊 主张中国革命要反资本主义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因而反对国共合作 其实啊 这个近代中国的封建性是根深蒂固的 而其这个资本主义性是根基不牢的 因此反封建要比反资本主义更为艰难 也更为关键 关于这一点别的不说 大家只要多少了解一下文革就会很清楚了 1980年5月24号 李维汉与邓雅平交谈时说 封建主义 包括他的思想体系 风俗习惯 在我们国家 我们党里反应相当严重 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 因为林彪 四人帮 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 所谓走资派 所谓党类资产阶级 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 现在文革虽然已经过去 但封建遗毒还很深 需要彻底清算 否则 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 李维汉的这段话是 绝对不是欺人又甜 他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第五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个论断是由谁提出的 由谁呀 是毛泽东 1939年12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 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自从1931年918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 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这里所说的殖民地指的是维满洲国政沦陷区 在毛泽东以前 苏联的萨林派和托洛茨西派就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 国内学术界也有社会性质大论战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明确提出这一论断的是毛泽东 我们再来看第六个问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能不能颠倒过来说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有的人认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都是这个社会的定义 因此哪个排在前面都无所谓 大家觉得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先不说 请大家思考 感谢观看